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戰神諸神黃昏 在下個月準備要上市了 許多玩家在2018年 玩過戰神第四部作品 紛紛表示這遊戲 想當年這部作品 索尼還有參加一三展 那時候在展示會上面 竟然就派人來演奏 讓大家想說 這是殺鬼 怎麼找人來演奏了 索尼要開音樂班了是不是 後來遊戲畫面一出 才發現原來是一個 紅色吃驚的大光頭 再次回歸到了PS這個平台上面 不過等到遊戲的時機試玩 他的玩法已經跟原本不一樣了 當下其實就是好壞參半 好的,當然就是嗨爆了 壞的就是也有人感到很疑惑 這種新玩法誰會喜歡啊 到底戰神諸神黃昏 是充滿什麼魅力 讓有些玩家口先體正直 有些玩家連話都不講了 直接把菜通通給掃盤 所以這次就由我來幫大家整理整理 這次續作推出之前 官方釋出了一些預告片消息 還有今天雖然標題是先行的心得 但為了怕進來的朋友是新來的 我這邊還是會用新人的視角 來介紹這個IP 有些在前作的服務筆 會用畫板來跟大家聊 最主要是這部影片 只要是提到續作心得 我會因為現在還沒有正式開放解禁 然後用口述配上一代的畫面來詮釋 再來畫面的選用 也只會有媒體跟官方的預告片而已 這部分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一下 那麼你要是覺得影片不錯 都不妨可以幫我點個讚、訂閱下去 這樣對了解我們都有一個很不錯的開始 首先 戰神是由索尼互動娛樂聖塔莫妮卡工作室 所打造的動作、冒險、砍殺遊戲 會被大家當作是索尼的招牌之一 就是因為這遊戲的玩法跟人物的刻畫 都讓人覺得很印象深刻 特別是克雷多斯殺人那種暴力美學 早期PS主機上面一推出 大家就是一回家打開主機 幹翻這些敵人就對了 不過遊戲的種類隨著時間越來越多 這種固定視角的玩法已經不是玩家的首選 所以製作團隊為了滿足現代的玩法 讓戰神來個大型的衝擊 2018年索尼推出一款既沒有復標 也沒有跟大家講說 是不是四代的系列作機 God of the War 戰神 玩法從固定視角換成了動作冒險 從頭到尾還是一鏡到底的超強運鏡 讓很多人玩到真的是超級驚豔 當時得到的獎項就有遊戲評論 最佳動作遊戲、最佳遊戲指導 年度遊戲等好幾個獎項 銷量更是到達了2000多萬套 看得出來大家對這個IP都很喜歡 一直到《諸神還魂》這個續作出來 也讓很多人期待 我還記得以前還有粉絲 為了製造《諸神還魂》的上市日期 把漏鳥罩傳給內部工作人員 威脅提供發售日期 可見熱門程度真的是很高 不過雖然現在市面上 大多數人對《戰神》這款遊戲 都有很高的信心 但是遊戲好不好玩 還是要看各方面 符不符合自己喜歡的菜 才會吃得開心吧 《戰神》的世界觀 是以北歐神話作為基底去改編的 有玩過系列作的老玩家 前頭殺希臘神 後面殺北歐神 就有不少人好奇啦 這個克雷多斯 怎麼就突然從希臘 跑到了北歐 總不會是自己想說 啊我帶個包包直接衝去吧 呵呵這種設定吧 後來製作人也是有回覆這則留言 他說你幹嘛拿背包 那你走過去就好啦 後來遊戲總監也是提到說 他們會為死出一本官方漫畫 《God of the Wolf, Fallen God》 解釋克雷多斯如何跑到了北歐 重點是這本漫畫 內容也跟流浪到淡水一樣 想要擺脫過去 就這樣一路逃到了北歐 你可以著重點是途中遇到什麼事情 還有遇到什麼人才是一個看點 所以如果你是有喜歡的話 倒是蠻值得一看的啦 到了北歐神話 克雷多斯奎爺 已經不是從前把十八鏡這個分級 發揮到最大化的那個男人 他在這個全世界的世界裡面 是跟一個女子妃結婚之後 生了一個小孩阿特羅斯 成為一個不及格的爸爸 會有血腥暴走變成溫和爸爸的改變 其實也是很看遊戲總監自己的心境 或是他想要為這款遊戲怎麼樣刻畫 那時候遊戲總監克雷也是當了爸爸 知道照顧小孩的苦 所以有可能是他自己知道這個難度了 再加上或許打傷的戰神 對現代玩家來說已經不太足夠了 所以才會把這個劇情開始朝 沒父愛的父親 開始學習照顧小孩作為主軸 會說奎爺不及格 一方面他都把小孩帶給媽媽照顧 一方面他的血液裡面 有一半幾乎在戰場上換過新的 突然要他學教小孩 他也是直接降成幼稚人的等級 只知道兒子的身體不是很好 狩獵也沒有很厲害 有時候還會突然變得屁孩 所以其實在遊戲的整個過程裡面 就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父子倆相處的情緒堆疊 第二個就是非的最後遺願 是找最高的山峰把骨灰給撒出去 不過一般人聽到這麼簡單的開場 就會想說 欸?遊戲的吸引程度 沒有以前工具人這麼強 但之後團隊是把整個過程寫得很清楚 比如說好幾年過去了 戰神也是很老了 前期他跟光明神對戰完畢 他幾乎是拖著自己的身體慢慢前進 一開場就跟大家講說 奎爺真的上年紀了 不能再操得瓶瓶瓶了 旅途期間 你要去收集約段海姆的素材 遇到索爾兩個兒子的阻攔 逼不得已殺了這兩兄弟來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這期間 兒子並不知道自己是神 所以一個契機公親怨了過去 最終請了隱藏身份的弗雷亞 整治才得以救活 不過殺神的後果也成為續作的一個開端 自己的小孩被殺 哪有爸爸不來復仇的道理 劉腺和伏比還不止這一項 先來理一理到底有什麼事情 值得我們去留意 第一個是弗雷亞之痛 前作光明神為了擺脫自己的無敵詛咒 一直想要把母親弗雷亞給殺掉 但是曾經犯過相同過受的奎也 對殺親人就很有經驗 痛苦很久的他決定阻止光明神 當然弗雷亞也是因為痛失自己的兒子 不想原諒這父子倆 變成續作追殺我們的動機之一 第二個伏比是 我們在《諸神黃昏》的影片裡面 明顯看到兒子已經長大了 沒有以前屁屁的感覺 年紀看起來也似乎是接近18到20歲左右 他對自己的身世還是抱持很大的疑問 在最終局的時候看到預言壁畫上面 媽媽原本想要為他取的名字是洛雞 那他到底是誰 這點就變成他續作想要知道的一個主要環節 這邊為大家解釋一下 阿特柔斯這個名字是爸爸為他取的 奎也在希臘打仗的時候有一名戰友 在艱苦的時候還是飽舌的微笑 給隊友所有人希望 甚至拯救了很多人扭轉的戰局 奎也最後把他的屍體扛回家安葬 而希臘神話的阿特柔斯 又是一個很灰暗的存在 像是師父或是拿別人兒子的肉給他吃之類的故事 都在這一號人物身上 當然這點製作組會不會引用在續作 就留下很大的一個問號 畢竟我們在同一張壁畫的最後 會看到很像奎也的人躺在阿特柔斯的懷裡面 後來兒子吐出一條常常類似蛇的東西 光是這張壁畫就讓全球開始做解析影片 不過北右神話跟其他神話不同在於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再怎樣 都一定會迎來諸神黃昏 而且也看得出來戰神就某些部分 還是很維持原本的神話 例如巴德爾確實是死在洛基的細界深 才破除無敵的詛咒 當然伏比也不只劇情的部分 地圖在遊戲裡面也只探索了一部分而已 因為在北歐神話的體系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都是圍繞在世界樹上面 這棵樹上頂著九屆 每個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種族繁衍 只是前作我們只探索了六屆 剩下三屆阿斯加德、華納海姆 還有斯瓦塔爾海姆 都沒辦法讓我們探索 如果比照前面我們提到的動機 索爾跟弗雷亞會為了復仇找副質量 阿斯加德跟華納神族會派出誰來幫忙 都是可以腦洞的一部分 再加上諸神黃昏 奧丁如果又知道兒子是洛基 又怎麼會不對他動機殺星 不過現在在網路上 並沒有這些國度的影片 唯一可以看到的是 國外媒體GameInformer 在前陣子有釋出矮人國度 斯瓦塔爾海姆的影片 大多數的階級都是以鍛造為主 還有鍋爐之類的可互動物件 那不管是神話或是前作 都可以知道矮人的設定 就是一個善於鍛造的種族 我們身上的所有裝備都是給他們來做 唯一蠻值得提到的就是 蜜米爾曾經講過 矮人兄弟以前曾經打造過一條 堅不可摧的葛乃普尼爾 需要的素材還是一些很詭異的東西 什麼貓的腳步聲或是魚的呼吸等 北歐神話這條繩子 是專門拿來束縛柏郎芬里爾 因為當初奧丁很怕他會引來諸神黃昏 不過這條繩子在遊戲裡面 變成一個很大的懸念 跑到哪裡了被收起來了 我們不知道 當然也有可能是拿去綁人 也不一定 這段預告片統整下來 我覺得團隊似乎是想要把一些 比較長路程的部分給放進來 因為在前作我們可以知道 雖然地圖不大 但是玩起來卻很像開放世界 你在每一屆都可以發現很美的景色 甚至有一些地方還有烏鴉要打 打開地圖 還會有各種不同的地方要探索 但是超級久沒上線的我 馬上就變成無頭蒼蠅 會說長路程是因為撇足前作原有的小船 在預告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雪橇或是馬車的交通工具 讓我們做 能不能讓我們操控 目前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有其他移動的方式 對豐富遊戲其實也不會不好 至少都比只有傳授門還要更好 而且豐富的也不只做其 我們遇到的怪物看下來也不只只有一種 要不然以前一直打瓦斯供 真的是會超級超級膩 身上佩戴的武器 共有力維坦之斧 混沌之刃 還有全新的盾牌 那因為遊戲是續作嘛 所以前兩者我想應該都還是會在身上沒有錯 最大的改變是原本手把上面的三角 只是招回斧頭作用 但是如果武器有拿在手上 你還可以幫他們做類似附魔的效果 斧頭叫做雙洞 雙刃則是叫做藍邊 2005G在地形也會有一些作用 例如矮人國度會有噴泉 就可以用力維坦之斧動住地面 你看到鍋爐打在去路 也可以用混沌之刃把它給搞定 看得出來環境物件 現在是不只阿特柔斯需要拆 奎爺也是增加一些需要搞定的野外障礙物 盾牌的部分則是會新增兩個 一個是無位置的盾牌 它最主要的效用是讓我們GP之後 得到各種不同的反饋 例如你只要精準招架成功 就會讓你產生強大的衝擊 另外一個是10強盾牌 10強就沒辦法GP了 不過它可以讓你扛更多敵人的傷害 蓄力之化放出各種不同的強力攻擊 但是在前作也是有不少人提到 武器過少的問題 以現在的資訊量看來 應該還是只有斧頭跟雙刃 如果真的要看有沒有新增的話 還是要等遊戲發售之後才會知道 所以看完以上這些資訊 來特別聊一下這次我們可以知道的主角有哪些 因為這次諸神黃昏是一個續作 所以主軸還是圍繞在戰神兩父子 但是因為敵人或許不只弗雷亞或索爾 所以在遊戲裡面 我們也是可能會多一些幫手才對 例如提爾在這次的預告片 看到他的身影其實是不少的 續作或許提爾的出現 會變成遊戲裡面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而且在前作我們在他的地窖裡面 裡面的畫板就可以知道不少的事情 比如說雖然提爾是戰爭之神 但是他尋求都是用很和平的方式來停止戰爭 密米爾也曾經講過說 他是用神性來去服務各種不同的國家 只不過這期間提爾跟巨人族太接近了 奧丁就開始覺得他是一個威脅 便派了各方勢力一起把提爾給抓起來 左下角騎八隻馬的馬就是奧丁 因為這匹馬是他專用的座企 斯雷普尼爾 右下角是弗雷亞跟他的哥哥弗雷 下面那隻豬是他的聖獸 所以礙於華納神族跟阿薩神族 都把提爾給包圍了 所以現在極有可能是已經被抓的狀態 雖然密米爾說提爾已經死了 但是在畫板上面 又有他被拴住的樣子 想像得到應該是那條 無箭不摧的繩子束縛了提爾 因為我記得矮人工匠布羅克 有曾經被問到提爾的問題 但是他卻規避的話題 只有講提爾已經死了 這個語氣看起來都很像是不想承認 他打造的那條鏈子拴住了他 只不過畫面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我也是懶得找了 然後這次主要的標題是諸神黃昏 所以這次分離了這個角色 肯定是不會少 因為我們玩同類型不同遊戲都會有湧動 最終為了避免諸神黃昏 都必須要打敗魔狼芬里爾 離奎爺家裡最近的那塊畫板 我們可以看到芬里爾在左邊 然後右邊會有兩隻小狼 是斯庫爾跟哈提 兩隻狼分別是想要追逐 月亮跟太陽的兇狼 預告片是可以看到阿特羅斯 對天上射箭把天空一分為二 轉換昼夜 這個在北歐神話裡面 就是當他們成功追捕到太陽跟月亮 也就是諸神黃昏準備降臨了 很恰巧這次預告片拉雪橇的 也是兩隻狼 所以不排除會是這兩隻的可能性 不過這次的戰神改變 其實跟穿越時空也是有點類似 因為在北歐神話裡面 魔狼芬里爾還有大蛇葉夢加德 都是洛基的孩子 可是我們家的洛基還這麼小隻 看得出來應該是不會引用神話的角度來設計 但洛基的情婦安格爾波達 這次在遊戲裡面也是會出現 只是消息並沒有太多 所以就不講太多了 這就來跟大家聊聊這次預購的同城 數位版是會有三個 PS4跟PS5的普通版還有豪華版 還有PS4的普通版 普通版不管你是哪個版本 只要是你有預購的話 就會多送奎爺的盔甲 還有阿特羅斯的上衣 這兩樣會隨著劇情的進度去結束 豪華版則是會有黑骨類的裝備 有外觀、伏柄、雙刀手柄等 還會有數位版的美術集跟原生袋 PS4跟PS5也是會有個人造型可以拿 只不過豪華版PS4的玩家會比較划算 因為還多增加PS4的主題可以用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重點 那如果你在戰神推出的期間 原本是買了PS4的普通版 你想要或是你知道自己中途會換PS5玩的話 到時候要升價就要多花200塊錢 所以如果你受考量到這個重點 也是可以直接買1990新台幣這一項 然後收藏版跟巨人版 限天段不管是哪一個平台 都處於在捕獲階段 除了前面提到的豪華版的內容都有以外 你還會多增加一個熊與狼的展示鐵盒 外盒是可以收藏 裡面會放一個下載的對外代碼 就是如果你想要實體的話 盒子會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最主要還是這個超大的 知識守護者神壇收納箱 裡面的東西也是相當的豐富 多增加2吋的華納神族的雙子雕像 16吋的雷神之鎚 還有矮人的賽子組 巨人版則是前面提到的收藏跟豪華內容都有以外 還會多增加一張7吋的黑膠唱片 英雄狼的別針 德羅普尼爾的戒指 還有布羅克的賽子組 跟一張世界樹佈置的地圖 整理下來比較主要的重點就是PS4升級PS5 要多200塊新台幣 然後預購會多送一些特點的物品 還有一件事情 蠻值得注意到的就是 這次巨人跟收藏的神壇收納箱 裡面不是有畫板嗎 這次其實也是看得出來 跟這次諸神黃昏有相呼應 例如騎著八角馬的奧丁 帶著聖獸的弗雷亞 左上有叼著太陽的狼 右下有叼著月亮的狼 這些都是遊戲裡面目前的西部彩蛋 如果你是有想到什麼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是可以留言來聊一下 最後特別感謝索尼這次提供了 先行帳號給我 讓我可以先體驗 《諸神黃昏》這款遊戲 這邊就稍微講一下我的心得想法 100%烏雷 因為官方也限制劇情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好提劇情的 這次諸神黃昏 它其實就跟先前的地平限西域經驗一樣 講述的是一個未玩的故事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知道說 有沒有需要補前面的劇情 如果你是有玩過會知道比較多的典故 但是這次續作 是會給你一些前行提要的按鈕 你有需要的話就可以直接看下去 官方的Youtube上面 其實也是有不少的前行提到的影片 可以看一看 唯一會差的就是 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主角群 在北歐神話的視角 還有人物的定位是什麼 只是畢竟我玩的長度沒有到很長 所以並不知道有沒有露了什麼東西 然後畫面在這次玩下來是一如既往的 不管是畫面還是證書 在遊戲裡面都表現得很優秀 重點是PS5就不用講了 一樣是有解析度跟效能優先 比較妙的是連PS4 Pro都有這兩個選項 不過其實我也忘記以前PS4有沒有可以選 我印象是沒有 總之我覺得光這一點 就讓PS4在CG的動畫 或是普通移動的表現也很強 在這樣遊戲場景 大多數都在下雪 也沒有什麼因為機體限制變得很Lag 最大缺點就是你遊戲開下去 主機比直升機還要大聲 跟以前玩全力封鎖差不多大聲 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有PS4的話 建議開個電風扇給他吹來 要不然我都在想說會不會燒掉 而且要論會不會Lag 戰鬥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應該會盾 結果也是沒有 一樣還是跑得不錯 重點是怪物是真的比較多樣化 差不多你一個章節過去 就一定會換一種 後面會不會有異色版 這點就有待上去 前期看起來是還蠻豐富的沒有錯 地圖的解謎跟探索限定段 看起來是沒什麼突出的問題 或是太亮眼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跟前作比起來差不多 也就是說你在地圖 要收集什麼 一燈的蘋果 開寶箱解謎 打48隻該死的綠色度鴉等 預期得到的類型都會有 那最後來講一下難度 我覺得這次珠神黃昏的難度 真的是偏高 總共會有五種 簡單直到戰神難度 除了最難的戰神難度 是要從主選單開始打以外 其他你都可以在半途改變 你要死的不要不要 或是只想看故事 都可以讓你自己選 我覺得基本南瓜大多數人適合的難度 這次我玩的是普通 我覺得就有點偏難 有時候被圍毆 還會有點處理不來 OK 影片就到我們結束囉 其實遊戲發售之前 就有蠻多人討論這次北歐神話 會不會跟之前一樣 採用三部曲的方式進行 很可惜 在先前的創意總監跟遊戲總監 都有提到這次的戰神 不會出三部曲 這次續作就會把它給結束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如果要做三部曲 就有可能會花上15年 不管是對玩家或是開發團隊來說 這個時間拉的都是有點長 所以才決定兩次就解決 我知道不少朋友看到這個消息 應該都會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製作團隊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也只能尊重這個決定 會不會因此開發另外一個系列 這都還是未知數 我自己是不想要戰神 就這樣結束了 至少也可以換別的國家亂搞 然後兒子上場也不錯 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的朋友 也是想要買這次的續作 但是沒啥時間可以知道 預告片有哪些資訊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